迎接第26屆世界盃輕棒賽 日本隊來勢洩洩 派出甲子園基因所主曾的國家隊前來踢館 時中隊長孫友哉 不但陣首日本本類城池 更是隊中的大炮 上屆在韓國進行了輕棒賽 森友齋在本壘儘管遇到美國隊兩次的本壘衝撞 森友齋仍舊用肉身奮力抵擋 如此為球隊榮耀毫不畏懼的精神也感動人心 此外 日本隊為了一寫上一次只拿下第六名的恥辱 這一次有了萬全俱備 有隊長森友齋的經驗傳承 還有教練團在戰術上的統籌 日本隊蓄勢待發 相信也將成為軍華隊不可或缺的可敬對手 我來提供新聞宣傳呂佳儀在台中的採訪報導